今年的中秋节你有准备柚子过节吗? 花两分钟的时间看小编人生第一次播柚子 一边播一边和你分享柚子的小秘密吧 第一点,柚子放到皱巴巴的时候最好吃 我很丑,可是我很多只 外皮呈现黄绿色的皱纹 代表柚皮的水分已经被吸收到果肉里 这时候吃是最佳时机 第二点,柚子营养丰富,但糖分超高 原来我有那么甜吗? 其实柚子的维他命C比柠檬还高 当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帮助消化 但两拌柚子果肉就等于一份水果 所以记得别吃太多 第三点,柚子容易使药物代谢变慢 我不是故意的 柚子含有抑制某些药物代谢的成分 若有在服药的朋友 尽量少吃柚子 避免影响药量囤积在身体内 第四点,柚子全身上下都是宝 上帝怎么把我创造的那么好 除了柚子果肉以外 柚子皮也有许多的功效 只要把柚子皮绿色的部分保留处理 再晒干 就可变成柚子茶 驱虫片 清洁剂等等 现在让大家快速看看专业的怎么处理 看起来很简单 但小编怎么播的那么奔放 感谢大家体谅小编的不专业 这次廉价别只顾着吃 身体是神的电 保持健康才有足够的体力 为主奔跑哦 今年的中秋廉价你怎么过呢? 欢迎和我们分享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按赞留言 若有感动为今日报奉献 欢迎点击下方链接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愿上帝祝福你 中秋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留言